Glory 清亮级的世界冠军了 看到双方一上来啊 显得是戴维奇利亚的身形是更加的敦实性 我觉得这个 转身的 舍身记的转身的 来到连续的次拳来自于泰凡霍斯凯 步步景 但是这个我总觉得这个奇利亚好像没有体现出来 是的 之前也是曾经看到过一些的选手 他出拳看起来力量并不大但是能KO人 力量有一个人 直接连续两次的不是说是特别的重 但是呢 对于保持的这种防守反击的打法 现在还是寻找机会 打入泰凡霍斯凯的距离的把扩着 好漂亮 登腿转腰 这很转用 很管用的 好的 好的霍斯凯 他这个最起码 来自于全世界的这种顶级的选手当中呢 擦脚丫子 这个很危险的 直撑腿 对方一个下钩 现在看到 非常冷的这个前手的版权 来自于泰凡霍斯凯 之前也看到戴维奇利亚用过 用港 华英伟诺 又用一次 一种就跃起的后套品 这是控造的 已经是像这样的 昆仑爵2016诸神之战 还有刚才进行的75年级的 昆仑爵冠军战 都是启用了国际级的裁判团队 有五名场外裁判同时打分 对 那等于是一按国际惯例是三 比赛前往南方上 南方 来自土耳其的勇士 台凡霍斯坎 首次登录 建论